LECA相機給人的黑板印象 都是拍一些人物、風景、小品和特寫的 今次試一試LECA相機拍不拍到縮時呢? Hello 大家好 我是M&K Camera的Frankie 今次跟大家講一講縮時的拍攝 首先要知道什麼叫縮時拍攝 縮時拍攝其實是將一張相片 變成一個很高速的影片 舉個例子大家就會明白 例如說日出日落 植物的生長 你會見到很快的生長 星空 和鬧事裡面的人流、車流、船流 都是縮時拍攝的主要題材 一般的情況都很少見人用LECA去拍攝這些場景 今次就跟大家試一試 首先就是SL3和LECA的M11 好 這部就是LECA的SL3 我們首先就按下單 進去驅動模式 這裡就要選擇間距拍攝 然後還未完 在裡面就要選擇間距模式 然後就有個設定 像上次這樣我就拍攝720張 每張相隔是5秒 反過來就是剛剛一個小時 譬如說你拍攝magic hour 黃昏日落 一個小時應該夠覆蓋了 然後這個倒數 這個意義不大 即是說你按了快門鍵之後 等5秒鐘就開始拍攝了 至於另外的設定 其實我也選擇了是自動的 因為可能日落的話 各樣的變化都比較大 所以譬如說白平衡 快門都選擇了是自動的 只要一按快門鍵 就開始可以拍攝了 好了 這裡M11其實都是一樣的 就選擇拍攝模式 然後選擇這裡 間距拍攝 入了這裡之後 都是要在裡面再設定的 它有個設定的 譬如說你拍攝多少張 剛剛我說過 譬如說拍攝一個小時 這樣它可能隔多少秒 我建議隔久一點 因為太短時間 可能它不夠時間去清潔 變成就不會那麼穩陣 選擇5秒起步 我覺得是會好一點 至於其他的設定 我想選擇自動 都已經可以了 就是怎樣用一個Lightroom 將那些照片編輯 首先我之前拍攝了一大堆照片 將那些照片的700多張照片 全部放在Lightroom 時間關係我已經放下來了 放下來了之後 開始第一張 可能你選擇編輯 你選擇一個適當的光暗 低光 高光 那些的設定 選擇一個適合的 背景的暗位就退出來 光位就按下去 然後可能你到弱光場景 譬如說去到這裏 幾十張照片 做一個同步的 將那些照片全部同步 其他那些照片 全部一次過就已經撿了 撿了之後 你可能再隔一段時間 因為光暗 這是一個日落的照片 變成去到若干的地方 它又有一些光暗的變化 我之前就是100張撿一次 即是同一個設定 這次我看看我找到那些位置 再做多一次 讓大家約會看看 下面就101張開始了 又是做一個光暗的調校 然後就把它選擇了 可能選到第200張 好了 選到200張 然後選一個同步 那些設定全部都同步了 那它就一次過 在走一條bar 將全部的東西 就同步回到 你之前第一張的設定 而出類推 OK之後 就將它全部輸出 選擇Export 回來了 找一個folder 就把它放回它 然後就選擇輸出 這裏就有一個folder 就專門將它輸出了相片 這裏就是那些照片 接著要做的事 因為會將它變成一條影片 有人教過用Photoshop去做這件事 我曾經在網上找過很多資料 但其實都頗複雜 反正都是做這個影片 我索性用FollowCup Pro 做一個影片 就直接了當了 那首先開了一個 Event 然後在裏面 就開了一個project 記得按下你的島 以及本身的尺寸 還有這個聲音的Sample Way 然後按OK 它就開了這個畫面 就將剛剛在Lightroom做好的照片 一次過拔下來 這裡是有720張的 因為相片比較多 所以是有一些時間需要給電腦處理 現在全部的照片都放下來了 我的做法就是將它全選 例如按Mac機的Ctrl-A 然後將它變成一件的物件 轉了一個Clip 之後我就可以更容易處理 我可以調校它的速度 這裏可以調校 將它變回再短一點 將它變成20秒 相對來說 雲你會看到它是走得很快 可能後部份就已經沒什麼用了 可能都是變化不大 你可以多餘的 可以剪掉它 在這裏如果再加上音樂 效果就會更加理想 我已經準備好一個音樂 再加上音樂 再加上一點動感 有一個zoom in zoom out 小小pan的動態 就可以出到不錯的效果 用回我之前做下來的那一份 這就是加了音樂 以及做了一些動態 我們現在看看成品 那最後在這裏跟大家做一個事後的檢討 Leica 在縮時方面不是一個強項 隨著科技的發展 現在主流的Leica相機 都是可以做到的 其實拍攝的相片不需要太大 其實每張相片的相隔時間 最小不要少過5秒 相對來說穩定性會高一些 例如一般來說會拍攝幾百張相片 在儲存空間方面就比較大 記得注意SD卡的容量 以及本身的速度 在最後的步驟 輸出影片的時候 對製作影片要有一定的認識 如果不是也有一定的困難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WhatsApp我 我們在日後會搞一些話題 就是關於縮時拍攝 歡迎大家一齊去研究和學習 如果你欣賞我的影片 以及覺得學到東西的話 希望你給我一個讚好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